幾乎年年讓家長搶破頭入學的中正區 明星小學北市大副校 被保校長從缺 領選黑箱內幕 北市大副校在六月 啟動新校長領選 第一回人選有熟知的校內事務主任 和三十年教育經驗的 五常國小校長來參加 不過就在投票環節 校內教職員和家長代表六人都投了 但其他九位北市大代表 卻集體投出空白票 投訴人質疑在投票前四天 北市大代理校長鄭玉清找了代表開會 刻意導致校長空缺 沒結果 然而兩禮拜後第二次領選 無奈沒有新人報名 原先候選人剩下一位 但北市大卻直接公布 無法投票校長從缺 但翻看領選規定 卻也沒有載明 只有一位候選人不能投票 再次被質疑不公平 北市大解釋第二次領選會不投票 是因為評估候選人都是同一位 強調領選辦法都符合規定 但校長從缺 校務停擺 就怕也間接影響教學品質 再次希望李文盛 科普選人台北採訪報道 我會不會忘記的 我會不會忘記的 其實我會不會忘記的 我會不會忘記的 我會不會忘記的